海阔风级 中国执法船向着钓鱼岛的方向奋勇前行 中国执法船巡航钓鱼岛海域起舰 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 多次通过无线电向中方执法船发出警告 要求离开 但中国执法船的回答是坚决而不容质疑的 日本海保厅巡逻船 这里是中国海监编队 中国海监编队正在中国管辖海巡航 你船请我和管辖海域 你船尊守我管达规 1988年出生的海警员金湛 肩负着向日方喊话宣誓主权的职责 2013年他以喊话歌的身份走红网络 早上我们进入领海 当时已经看到日本船 在确认他的身份之后 我们领导当机立断就是马上喊话 对他盛名主权 在钓鱼岛海域执行巡航任务的中国执法船 不仅需要面对惊涛骇浪 更需要时刻警惕 复杂多变的海上形势 不畏千里风浪 在一次又一次钓鱼岛巡航任务中 中国海上执法队伍勇于担当 坚定捍卫着国家主权 海阔风级 中国执法船向着钓鱼岛的方向 奋勇前行 中国海警船台 中国海警船台 中国执法船巡航钓鱼岛海域期间 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 多次通过无线电 向中方执法船发道警告 要求离开 但中国执法船的回答 是坚决而不容置疑的 日本海保厅执法船 这里是中国海警编队 中国海警编队正在中国管辖海巡航 请船进入我国管辖海域 请船进入我国管辖海域 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船 这里是中国海警航台 中国海警航台是中国管辖海域 这些执行动 这次是我国管辖海域 进入我国管辖海域 我国管辖海域 保护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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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出生的海警员金战 肩负着向日方喊话 宣誓主权的职责 2013年 他以喊话歌的身份 走红网络 早上我们进入领海 当时已经看到日本船 在确认它的身份之后 我们领导当其立断 就是马上喊话 对它盛名主权 在钓鱼岛海域 执行巡航任务的中国执法船 不仅需要面对惊涛骇浪 更需要时刻警惕 复杂多变的海上形势 不畏千里风浪 在一次又一次钓鱼岛巡航任务中 中国海上执法队伍 勇于担当 坚定捍卫着国家主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